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四眼淡淡苦笑了一下 说 水道大多聚集在南方 十八水道里黄河滩是唯一一个长江以北的 大伙有点排外 不怎么服他 当时迫于形势 很多偏远地区水道势力都聚集到 长江跟黄河两条大江上讨生活 北伐战争后期 南方基本平定 剩下的是盘踞在两湖和河南境内的五配服务 专言马上要打仗 开封郑州这些大城里的豪门大户人心惶惶 开封城里包三爷安中联络十八水道的人 想把家里的财富还有一些家券 先转移到大局安稳的南方 这笔生意报酬丰厚 但是风险太大 本来是曹邦的人率先挑头接了买卖 又怕出危险 所以渐渐地把其他势力也牵扯进来 到了最后 这件事就成为十八水道一件公事 包三爷是开封城的大户 人称包半城 据说几乎半个开封城的产业都有他的份 这说法有些夸张了 但是他托十八水道运出的那两船东西里头 黄白货还有烟土种了大半船 十八水道的人提心吊胆 放到嘴边的肥肉不能不吃 然而这批货一旦出事 后果谁也承担不起 越是怕什么 就越是来什么 两船货物还有家卷刚离开开封 就被人截住了 截船的是当时河南省都府的人 从船里抄出那么多烟土 事情马上闹大 扣了所有的货 还有一部分人 江湖人有江湖人做事的规矩 除了这样的事情 大家谁都担待不起 东西也要不回来 张四爷说 实在没法子 就只能出现招了 事情是张四爷的爷爷带着一些人做的 因为通过正常手段 拿不回扣押的人和东西 他们打听到 省都军在开封养这个小老婆 还有儿子 张四爷的爷爷就带人 想把都军的小老婆和儿子给抓了 当人质被迫放人放货 结果办事中间出了岔子 不仅没能抓到人 张四爷的爷爷 还有一帮水道上的人也陷了进去 波折再三 石把水道的人就慌了 一直到这时候 他们才开始正视对手 那不是一般人 是坐拥十多万军队的军阀 思前想后 谁也没主意 当时连张四爷家里那帮人 都打算要放弃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隐忍不动的神通总把出来了 说他要自己去救人 南风那些水道上的江湖汉子 打心眼里有些看不起 这个来自大河滩的人 但是大家谁都没办法 只有神通总把愿意救人 拦也拦不住 有人问他该怎么救人 神通总把笑笑不说话 好像胸有成竹的样子 第二天就出去了 他用了任何人都料想不到的方式 孤身一人跑到都军府外面喊门 要都军放人 结果事情很简单 神通总把当时被抓了 下到大牢里面打得死去活来 不管用再重的刑 他都不吱声 审讯完了就淡淡两个字 放人 打到最后 动刑的人手都软了 一层一层抱上去 多军亲自过来看 神通总把还是两个字 放人 出来混江湖的 不一定都是大奸大恶 硬骨头的人有很多 张子也说 到了后来 那个都军都看不过了 摆摆手 说这是个硬汉子 让人把他放了 但是 神通老总把不走 听着一身伤 要都军放人 一来二去 把都军搞得很光火 搬了一把椰子 坐在大牢外头 让继续上行 要看看 这神通总把 到底有多硬气 这一次 有都军奸行 吓到人 就不敢手软 尸打尸打了半天 身上瓶肉 都打掉很多块 骨头打断十几根 浑身上下 已经没一处好肉了 整个人已经贪了 但是 有人问他 他还是吐出血沫 来来回回 就那么两个字 放人 多军早年间 也是土匪出身 看到神通老总 这么硬 不知触动 什么心理情绪 亲自给他松绑 把抓的人都放了 但是那船货 都冲了军饷 没能退回来 然而 对十八水道来说 这已经是 最大的细讯 一帮人 抬着站到站不起的 神通老总把 离开开封 刚刚出城 张四爷的爷爷 就跪在面前 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这一个头磕下去 不仅仅代表着 感念神通老总把 救命之恩 也代表着 其他水道的人 从心里服了这个 为同伴 甘愿骨碎金蛇的 好汉子 从那之后 神通老总把 就是十八水道的头领 待会当着 官二爷的面 煞血为盟 造了十八道令牌 令牌 就是总把的信物 煞血为盟 这个东西 不一定 对每个人都管用 就像 有些人拜靶子 一个头磕在地上 把兄弟的名分 看得比命都重要 有些却不以为然 但是 张四野的爷爷 是神通总把 豁出命救回来的 张家始终念着恩 一收到河滩 有传毛大旗的消息 马上就赶来了 当年的神通总把 张四野没有亲眼见过 所以老疯子是不是他 还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 然而 我综合前后联想一下 十有八九是不会错的 我不知道 老疯子到底为什么 露到牌教手里 按理说 他那种本事的人 是不会轻易被火捉 老宗把失踪很久了 张四野说 些些年风头很紧 我们不敢那么张扬 而做点私活 也要瞒上瞒下的 日子很不好过 但是老宗把照顾兄弟 有什么收获 几家平分 日子虽然过得苦吧 大伙都服他 就这么过了一段日子 神通老总把突然就走了 没人知道什么原因 走得很莫名其妙 他和张家人私交一致很好 是过命的交情 临走之前 老总把跟张四野的父亲 喝过一次酒 隐隐隐约约说了那么两句 老总把说 大河滩出事了 他得回去 张四野说 酒喝得多 老总把多多少少的 就说了几句 我父亲听的不是很明白 老总把说了 他要去对付一个人 一个长着三只手的人 三只手的人 我心里顿时一阵疑惑 三只手在河滩上 只是范称的绰号 但就在今天 我亲眼见到 山羊胡子第三只手 而且被他第三只手 给伤到了 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 我心里就和打鼓似的 正常人不可能长三只手 那绝对是一种异想 三只手的人 必然来自圣域 神东老总要对付的是 圣域的人吗 圣域人当时主要活动范围 就是河滩 跟十八水道 他的势力范围 应该没什么瓜葛 但是神东老总把 为什么要对付圣域的人呢 接着我又暗中想了想 张四爷讲述的事情 无法具体到哪一年 但是大致时间段 是不会错的 神东老总把 离开十八水道总盟 前往河滩 对付那个 三只手的人的时候 恰好就是 我们七门的庞大 为千只众虎 而远赴其兮之后 本来 十八水道对我来说 是个遥远 有陌生的派系 然而联想到 这一系列巧合 让我不得不深思起来 老疯子 是十八水道的 总把子吗 他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出面 对付圣域的高手 从老总把 那次走了之后 就再也没什么消息 我父亲找了很多年 无影无踪 时间一久 七大水道的人呢 把这个事情渐渐忘了 可是我们张家 说了老总把了大恩 不敢忘记 我和张四爷谈了很久 他所知道的 也就这么多了 靠水生活的人 喜欢喝酒 那些汉子 畅饮之后 就地睡着了 我们俩一直聊到天快亮 张四爷说 他还要继续找老疯子 交谈一夜 对张四爷又多了一些了解 这是一个好汉子 很值得交往 兄弟 相逢一场是缘分 我先告辞了 大伙要在河滩上 逗留一段时间 以后说不准 还会有机会再见面的 张四爷叫醒那帮汉子 下河上船 离开了这里 一直望着他们 消失在事业中 我心里就咯咯咯咯的 不知道为什么 听完张四爷的讲述之后 我心里反而更加疑惑了 那老疯子的来历 真的就那么简单吗 天还没有完全亮 四周静悄悄的 这么多年 跟老疯子耗时间 现在终于算是闲了 我和弥勒 打算沿河巡视一段时间 金大少来着不肯走 我劝他回家 河滩太不安稳 跟着我们 随时都会有危险 我跟丈母娘闹翻脸 回家 肯定是被我家老爷子 吊下来打死 横竖都是死 还是死在外人手里 心安一点 金大少可怜巴巴的 又是摇头 又是叹气 我们一边走一边说 过了半个来小时 从前面远远的地方 骤然传来 一道沉闷的钟声 我的那声音是很熟悉 钟声一响 我顿时就闭上嘴巴了 我听得出来 那是空船上破钟的声音 但是爷爷在战盒期间 跟旁门还有声誉的人 斗了不止一场 用来赵阴冰的下河的鬼船 已经被打沉了 怎么会又响起来呢 走 看看去 我听到鬼船的钟声 心里就无法淡定 顺着钟声来的方向 带着弥勒和金大少 就跑了过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尸》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黄河鬼尸》